美方一些人居心叵测 混淆是非 反复炒作中国军力威胁论 实质是为自己搞军备扩张 维持军事霸权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寻找借口 为挑动台海紧张 推进以台制华 制造抓手 我要指出的是 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军力的增长 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有助于维护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我们愿意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同时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势力 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抹黑中国 停止凶兵毒 停止操弄台湾问题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以实际行动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